他到底 什么颜色都变成这样子了 天空的颜色变成红色了呢 真的是很诡异啊 总之我们先去车站吧 好好好 我们赶快跟上熊先生 我们赶快去车站吧 车站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准备好了吗 那各位准备好了吗 走咯 熊先生 在后面 这是刚才的恶魔 我把大家 全部吃掉了 接下来 就是你们了 什么 这下可不好了 快快快跑 之后的就交给天使警察们吧 爸爸 救救我 嗯 熊先生 嗯 这里是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没有来救我 诶 诶 嘿嘿嘿嘿嘿嘿 这就是你的绝望 是吗 看起来 真的很美味呢 你 你是谁 把我的女儿还给我 还给你 当然啊 那 那你为什么 没有救他呢 啊 哈 他 曾经向你求救啊 而且你 却连他的话 都不愿意听啊 那 那是 不仅如此 你 没有能陪伴他 度过他死前 的最后一刻呢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 没有达到最致命的地方吧 他 他 并没有立刻死亡呢 爸爸在哪里 他一直是这样子 无力的喊着呢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 但事实就是如此啊 嘿嘿嘿嘿嘿 你也是个 出色的恶魔呢 既然是同类 那不如好好地相求 呃 啊 那我要开动了 别 别啦 熊 熊先生 啊 绝望 真的是很美味啊 那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怎么救熊先生 嗯 你是 我们 见过面吧 能再一次遇见你 真的 我很开心呢 啊 你甚至连绝望的记忆都没有了吗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啊 那么 也把你给吃的吧 哎呀 真难吃呢 哇 哇 那 那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总之 我们应该是要继续往前走吧 这是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 这里是 这是什么门吗 试试看 门 门打不开 试试看 能感觉到大家的记忆 总共有10个 来 我们一个一个进去吧 是这个吗 这是 这是那个 黑色的那个 那叫什么 这是 这是那个 黑肉的 壮壮的先生 我觉得他的 他的应该是 他的应该是这个吧 对 应该是这个 记忆随便 发出了光芒 你 给我做了寿司 虽然外表上面 看起来很丑啊 但是包含了心意啊 记忆随便发出了微微的光芒 这样子 哦 这条线就开了 好吧 那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好了 这是 小鸟的记忆啊 来 小鸟的记忆 给它放上去吧 小鸟的记忆 来 这个 记忆随便发出了光芒 附近的那个 年轻的 漂亮的女士啊 给我的橘子 实在是太好吃了 最后能够吃到 真的很开心呢 记忆随便发出了微微的光芒 好 记忆随便发出了微微的光芒 好下一个 看来是老鼠呢 来老鼠的记忆随便来咯 记忆随便发出了光芒 看来 他非常的开心呢 记忆随便发出了微微的光芒 好的 来 我们下一个咯 这应该是 加班的一个上班的员工吧 来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吧 看起来有点瘦巴巴的一个员工吧 来 记忆随便发出了光芒 妻子做的马铃薯炖肉啊 光是吃的就能使我获得宁静啊 我得向他为完全没有回家的这件事情道歉啊 辛苦你了 真的 记忆随便发出了微微的光芒 这是老爷爷吧 对不对 他想吃那个妈妈做的欧姆蛋 对吧 来 记忆随便发出了光芒 母亲的欧姆蛋啊 总是能温暖我的心灵啊 最后能回忆那份味道 真的是太好了 气的碎片发出了微微的光芒 好的 我们还有五个 来一个一个来吧 这是 这是一个 喜欢吃布丁的姐姐吗 还是哦 她是一个喜欢滑手机的姐姐吧 来 看看还有谁的 姐姐应该是这个吧 应该是这个吧 来 记忆随便发出了光芒 你说不要总是滑手机 真是的 不要说和我爸一样的话嘛 但 但是 爸爸 是因为关心我 才这么生气的 是我现在才意识到呢 记忆的碎片 记忆的碎片发出了微微的光芒 好的 来 这是 小男孩吗 对 是一个 生了病的小男孩 来 记忆的碎片发出了光芒 那个我妈妈总是说 不可以吃泡面啊 但是和朋友一起偷偷吃泡面 那真的是最好吃的 那真的是最好吃的 你也是 接下来要去救你的朋友 对吧 记忆的碎片发出了微光 好 抱歉 抱歉 我振了一下思绪 好 继续吧 是个喜欢吃 是个喜欢吃那个 是个喜欢吃关东族的老 是个喜欢吃关东族的上班族呢 来 记忆的碎片发出了光芒 哎呀 师父的关东族啊 能感染人的心灵啊 救了我无数次呢 要是能有什么要帮助的 随时跟我讲啊 我会尽力帮忙的 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随时跟我说啊 我会尽力帮忙的 因为师父的话就是这么说的 好的 谢谢 记忆碎片发出了微微的光芒 来 剩下两个咯 这是一个受到挫折 喜欢打游戏的小胖子 来 记忆碎片发出了光芒 垃圾的食物真的好好吃啊 那个老太婆啊 总是想让我多吃点蔬菜啊 哎呀 真的是 多敢悬事啊 可 可恶 哎呀 不行啊 老妈也是为了你好啊 对吧 记忆碎片发出了微微的光芒 来 最后一个哦 嗯 这是妈妈 来 来 妈妈 看一下孩子是不是碎片也在这啊 对 孩子也在这 记忆的碎片发出了光芒 谢谢你们的肉脏意大利面 虽然意大利面什么的 听起来很乏味 但它能使我回想起生活的平静感 以及我跟我肚子里面的宝宝 一起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 记忆碎片发出了微光 门打开了 好的 那我们要准备走咯 走吧 哎 怎么走不进去 啊 要按一下 好 来吧 这个是熊先生吧 这个是熊先生吧 对吧 来 我们把最后熊先生的记忆碎片给放上去吧 感觉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记忆碎片发出了光芒 强烈的 耀眼的 发出了光芒 我们一起做过好多好多开心的事情呢 一起看电视 哈哈哈哈 那个家伙好无聊啊 真的是个奇怪的人呢 还有一起画画 还有一起画画 你在画什么呢 嘿嘿 你猜这个是什么呢 嗯 是熊先生吗 错啦 这是爸爸 嘿嘿嘿 欸欸 原来我是这种形象吗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 这是秘密哦 还有一起做饭 还有一起做饭 哇 这是什么啊 好 好厉害哦 哼哼 你是怎么做到的 教教我吧 偶尔也会让爸爸生气 欸嘿 哎 哎呀 你是不是把爸爸的布丁给吃了 哎 别跑啊 让爸爸感到困惑 我说爸爸啊 妈妈是怎么样的人啊 是个很温柔的人哦 那人死后会去哪里呢 会去天堂哦 会去天堂哦 那为什么妈妈去世了呢 嗯 那是因为啊 爸爸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呢 爸爸 爸爸 怎么了 睡不着觉吗 嗯 好 来 过来吧 爸爸会一直待在我身边吗 嗯 那是当然的 一直待在一起哦 嗯 那我们约定好咯 嗯 约好咯 嗯 约 约好 晚安啊 我的乖女儿 我 我 最喜欢爸爸了 没错 我 我跟她约好了 我 不得不待在她的身边 我必须 去拯救她 我必须 你 这个家伙怎么回来了呢 长久以来 我都拒绝面对她的死亡 以及我们之间的回忆 明明我们之间有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而我 却打算连这个回忆都忘掉 我 想再见到那个孩子 我怎么可能会被你这种恶魔给阻扰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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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的是笑破我的肚皮啦 啊 这简直是个 笑话 哈哈哈哈哈哈 你 更适合绝望啊 呃 呃 结束了 你的存在 会完全消失 怎 怎么可以 我怎么可以在这种地方 喂 熊师傅 睡什么觉啊 起来 你是要把这个家伙给揍飞 对吧 来 我来帮忙 我想要让这个孩子 看到外面的世界啊 我才不会输给这个家伙呢 田厂里还有在等着老夫的人啊 一起从这里出去吧 虽然我已经累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没有办法再加把劲吧 我 我 我虽然喜欢垃圾食物 但像你这样的垃圾 我不会风筝不管的 诶 诶 诶 我刚刚是不是说了什么很帅气的话呢 诶 别哭上了一张脸啊 不然我就把你的照片PO到网路上咯 反而之间互相帮助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 我也会助你一逼之力的 嗯 老鼠也来了呢 师傅从来都没有办法放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管吧 我也就是像他一样吧 你 这个蠢货 赶快让他 让他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地狱啊 这 这 这 怎么回事 不 不要妨害我 大家 要上咯 熊师傅 接好了 我们把力量分给熊师傅吧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这是你点的 希望 希望 这 这里是 真是不可思议呢 总觉得有种怀念的感觉呢 这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仿佛能感觉到那个孩子就在我身边呢 嗯? 我 我该走了 我还会再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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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没关系吗 嗯 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呢 怎样子啊 那就期待在那边可以找到你咯 那么 再见了 嗯 都走了呢 你不走 真的没有关系吗 也是呢 也是呢 你还有没有做完的事情呢 那么 从今以后 也请多多指教咯 嗯 这个是 女孩的话吗 是一只熊 喜欢吃着布丁 还有个是 小猫吗 嗯 嗯 来 持续帮忙做的料理 妈 辛苦你啦 那么 今天就到这里吧 嗯? 你是想让我怎么教你做菜吗 可以哦 来 你要好好看着哦 就是这样子 嗯 翻面的时候是需要一点技巧的 嗯 刚才那个是 刚才 刚才那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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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想让你尝个东西 能够等我一下吗 好吧 那我们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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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黑影师什么 你是 你是那恶魔吗 你是恶魔吗 好 好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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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消失 不要 不要管我 我一个人 来 摸摸他吧 毕竟 就像熊先生所说的嘛 毕竟他们 都已经来到这里了 那就是 给他们最后一餐 给他们一点关心 这样也好 呃 别 别 别这样子 我 我不被需要 没有人喜欢我 嗯 嗯 来 抱住他吧 嗯 我 我做了 很多过分的事情 你 为什么你会 原谅我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 抱住我 我 我好孤单 我一直 都是一个人 我一直 都是一个人 其实 我 我不想回去 我不想回去 那种 黑暗的地方 是 是虚无 是来接我走的 快逃 不然你也会 被卷进去的 我们 当然是要 带着他一起跑走了 谢谢你 真的 谢谢你 诶 总觉得好像 下面有什么样的声音呢 这 怎么了吗 你到我的房间里面 要干什么呢 对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那是什么东西 笨蛋 被 被吞进去了 这 怎么会 可 可 可恶 虚无的恶魔啊 他 无法从虚无逃脱的 看来他也被卷进去了呢 关于前往虚无的方法 只要渡过卡街之河 就能够抵达虚无的入口 虽然至今为止 都未成有人 能够从那边回来 前往地狱的列车 在南方的月台那边 你最后 加紧时间了 那么 祝你好运 这一次 一定要救到他 我 我听到了 什么声音 前 前往地狱吗 去做准备吧 走吧 诶 啊 怎么小鸟在这边 我的 搭档 遇到了一点麻烦 他 去哪里了呢 诶 猫咪 妈妈 你们要出门了吗 你的餐厅我会帮你看着的 交给我吧 喵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游戏也差不多 要在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呢 今天的游戏也稍稍的 有这么一点长啊 是啊 不好意思 我找不到一个适合的断点 总觉得这个剧情断下来 好像 不对啊 好啦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 要在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咯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拯救我们的女儿了 是啊 我真的没想到今天的剧情 真的是神展开 不知道骗了我多少是眼泪 可恶 但是这个故事剧情真的很棒 怪不得在2019年的时候 得到超级多奖项的样子吧 是啊 这真的很棒 总而言之呢 我们今天就游戏就差不多 在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 下一集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集 但是我们就下一集 再跟熊先生 一起拯救我们的女儿吧 好啦 那么如果你喜欢 玩游戏系列的影片的话 请务必须下方按赞 订阅哦 当然啦 下方留言区 也可以留下你的看法 或者是也可以跟我聊聊天 也没有问题哦 好啦 为水智 我们下一集 熊先生的餐厅再见啦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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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